啊不是吧 不是吧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阿航 今天呢我們要來拍這個熱力追氣 11級到20級的總級篇 我花了一點工夫把這些車子 全部的叫了出來 有些新觀眾可能還不知道 我們熱力追氣系列有一個傳統 是每10級我們就會來測試一下 這10台車誰在直線加速上面會比較快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也是一樣的 因為11到20級已經拍完了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這10級當中哪一台的直線加速會勝出 我們跟上次一樣 我們會看是誰是前三名最快的 還有看看誰是這10台中最慢的 那麼各位觀眾 你現在可以在底下留言來幫我猜一下 到底哪一台是最快 還有哪一台是最慢的 那麼各位我今天我先自己來猜一下 我個人是覺得今天最快的車應該是 布加迪的這台default 那最慢的呢 我覺得應該是產車啦 產車我印象中當初在直線的時候超級慢 那麼我們今天每一台車都已經改過了 每一台車子在GTA裡面的改裝項目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好的首先呢我們就從這個YAMAHA的R3開始好了 那我們來帶新觀眾走一下我們這個直線的賽道 我們這個直線的加速賽事呢 是在這個外海 那這一次呢有稍微更新一個 大家有看到右下角那個綠色的氮氣符號 我們這一次直線加速賽呢 會給他灌上這個氮氣 就像玩命關頭一樣 在直線最後面的時候給他吹下去 讓我們這畫面看起來非常的酷喔 好了我們現在呢已經快要到這裡個起點了 好到了 OK那麼各位觀眾 咦現在已經留言了嗎 如果你已經留言拆了 那也別忘了幫我按下訂閱 以及開啟那個小鈴鐺 並且把全部通知給打開喔 好了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就來準備 在這個直線加速上面熱血開跑吧 首先第一位 YAMAHA阿山 來 開始熱胎 OK 這個煙出來了 預備 走 來 拉一下車頭 這個 終點的距離呢 是跟上一次是一模一樣的 好了我現在看他直線差不多了 我要來開氮氣開下去囉 機車裝氮氣會不會很不科學啊 不管了來 邊拉車頭 邊開氮氣 阿 通了 380 是不是 370 378 這個非常的不錯 來 開車頭 看一下阿山 欸他好像現在有點歪掉 我先調過來 他0到100是2秒鐘 100到200是7秒 欸 0到100兩秒也太快了吧 這 這超扯的啦 哇靠這個氮氣開下去 欸不對 我剛剛0到100應該還沒開氮氣 欸我看一下 哇哇 哇 48秒 欸 這個總 這個直線賽道竟然 48秒就到了 我印象中之前H2在沒有氮氣加速的情況下呢 是49秒 這個R3竟然有48秒啊 牛逼 真牛逼 那麼各位我這裡會試一下統計 我們等一下最後就來看看誰的數據最好 好的 接下來呢 第二台車是我們的 2019年的福特野馬Mustang GT 這個Mustang GT的外觀呢 我真的覺得很帥 而且他這裡是寫5.0的 這個5.0的野馬 到底在直線加速會多快呢 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來 開始燒胎 燒到最滿 OK Let's go 哎呀這個肌肉車在GTA裡面 一開始那個抓地力都有點不太好 我們看一下他的第一人稱好了 哇他花了3秒2 跑了0到100 這成績也是不錯 哎唷這個儀表板應該是 Sport模式的儀表板喔 看這個內裝超級帥 哎唷就算是直線也是要認真給他看路啦 注意交通安全 好啦各位 我現在呢 要把這個 蛋器給他開下去喔 來預備 趕下去 這個車速 381 踩381 踩381 出給阿山 認真 真假 怎麼可能 381 OK 快到終點了 快到終點了 我覺得這個烤器好帥喔 光影蠻好看的 52秒 最後是花了52秒到達終點 然後他的頂數呢是 381 沒有輸給阿山啦 剛剛阿山是370幾 先把車子稍微旁邊一點 好那一樣 記錄一下 我們接著去換第三台車子 OK接下來第三台 也就是我今天預測他會第一名的 布加迪 DIFO還DIFO 阿不知道 隨便啦 好了 燒胎燒下去 預備 Let's go 來 我們大概過200公里以後呢 我就 抓個時間給他開這個 氮氣下去 因為我是不希望氮氣影響到 車子他本體的參數啦 就影響到最高時速就好 來看一下 這個布加迪的內裝 是不是布加迪的內裝 剛剛那台野馬座的比較精緻 OK 好 來囉各位 蛋器 吹下去 他的 噢 噢好帥喔 六個排氣管 超帥 噢他 393 欸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尾數不妙 尾數不妙 欸布加迪的尾數是不是 完了完了完了 GGGGGG 我覺得我今天預測失敗 尷尬了 哇 48秒49 50秒了 糟了 53秒 53.1 好的 那個布加迪的成績是53.1 0到100 兩秒鐘 然後 100到200是6秒.9 哎呀 好像預測失敗啦 沒關係 我們再來看看 到底今天是最快的車子 接下來呢 是我們這個10級當中 第二台 也就是最後一台 機車啦 這個不能叫重機 因為這一台呢 是150CC的小阿魯 這個身為小阿魯雙升車 SU50 車主的我呢 我是不知道 小阿魯的表現會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不差 在GTS裡面的參數 非常的誇張 來 燒胎 煙燒出來 來 預備 Let's go 我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 在GTS裡面騎這個150的小車 真的超小一台 等一下第一人稱 超級小台的 把這個白菜乳 喔 來喔 0到120.4也太誇張了 這參數有點強 來 我來看看他能不能抬車頭 然後開氮氣喔 預備 啊不行 開氮氣的時候不然不行 來 拉一下 這個有改管過的小阿魯 喔 喔喔喔 他這個 topsb的 推快速度 378 怎麼跟R3一毛毛一樣樣 怎麼回事 啊怎麼回事 然後他的 0到100 2.4 的確是輸給R3了 100到200是 6.5 也是輸給R3 欸好像贏R3 等一下 沙車沙車 超不科學 0到100 2.4是輸 但是他100到200 竟然會贏R3 好扯喔 好啦這個小阿魯呢 就是純屬好玩 來記錄一下 我們再換下一台車 接著下一台車是這個 Toyota牛魔王 來一樣 先燒胎喔 預備了 Let's go 這個牛魔王呢 我印象中之前在拍熱地追氣的時候 他的直線加速好像 就還好啊 你看他現在 來0到100 3秒4 他什麼時候才破200呢 有點久喔 沒破掉了200嗎 可以吧 Toyota牛魔王 可以吧 衝一下啊 牛魔王 欸不是吧 不行吧 他不會要靠氮氣吧 完了我覺得他要靠氮氣 不然他這樣子會不行不行不行 極限速度1919 OK好來氮氣 現在開下去 哎呀可惜了 這個牛魔王 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台內裝 也是一般般啊 牛魔王 也還好啊 這台車子 我個人是沒有到特別喜歡啊 因為我覺得他的 這一次復刻出來的外型呢 還是有點太復古感了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很得我的眼球 哎呀這個是目前 破一分鐘的 應該是對 破了一分鐘的 好 來開過去 一分零幾 這個是目前唯一一台 破一分鐘的車子 如果我們的頻道有牛魔王的粉絲 那就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 這個GTA 純屬 完了啊 參考參考就好 好的 一樣我們把牛魔王的數據統計一下 好的 接下來是 玩命關頭的產車 這個產車呢 廢話不多說 先給他燒 才燒起來 大家應該有看到這個速度啊 我是覺得 這個 印象中啦 他的極速好像才 150而已喔 好像是喔 因為這個車子不知道為什麼 作者給他設定的參數還蠻低的 差不多極限了 來啦 那個彈器喔 我看他這 等一下摸到150 就給他吹下去 他應該沒有六檔吧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六檔 對 沒錯 150 這個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喔 來吧 我們就給他 氮氣輕輕的 開下去 我怎麼覺得他應該要 額外用兩管才對 這台車子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 不知道是裝載什麼樣的引擎 看不太出來 然後他 吹完氮氣之後 他的極速是 204 現在一分鐘大概 賽事差不多 跑了一半而已喔 這個產車現在非常努力 在直線上面 展現他的英姿 非常棒喔 我們來看一下 產車的內裝 產車 產車是沒有內裝的喔 產車只有外裝的部分 對 然後呢 他的0到100呢 7秒鐘 7秒.2 100到200 42秒 其中這42秒 應該還是靠著這個 氮氣加速才有辦法達到的 經過我們一輪幹話之後呢 總算是 快要到終點了 要是我再不講話下去 一場賽事會非常的乾 所以呢 一路講到底 開心 OK我們請產車停在這邊 唉唷牛魔王怎麼在這裡 嗚呼 差點撞到牛魔王 嚇死輪 OK 產車 辛苦你了 我們下面一位 好的接下來呢 是這個在上一次 直線加速賽道中獲勝的場章 也就是這個 柯尼賽克 上次是 Riguera 我們這一次呢 用這個 Jester來看看 這台車到底有多快 來吧 燒了一陣台煙之後呢 非常奮力的往前 在我印象中 這一台Jesco 在GTA裡面 好像沒有到特別特別的快 不像上次的Riguera 快到如此的不科學啊 欸差不多 六檔 六檔上去 應該沒有七檔了吧 好了差不多了 來了 好來 氮氣給他 加下去 開噴 氮氣加速下去以後呢 頂速來的267 然後目前 0到100是3.2秒 100到200是28秒 欸他有到7檔 有的有的 目前有到7檔 OK 時速又慢慢的掉下來了 有點可惜啊 這個車在GTA裡面 表現的並不快 不然以現實數據來講 Jesco 應該是會蠻快的 衝啊 用力衝 加油 好啦 享受一下第一人稱的 引擎四身好了 OK到終點 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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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們記錄一下 再換下一台車子 接著是這個 AMG的Vision GT 這個Vision GT 我記得好像 衝勁蠻強的 該不會他會是今天的冠軍吧 不會吧 這一台富有未來感 科技的車子 應該說是科技車嗎 應該說是未來車啦 他的這個風阻 感覺就超級低的有沒有 欸欸我覺得他很快 我沒有我覺得他超快 來囉 來氮氣先給他吹下去 哇這個四管好帥 欸他是八管吧 哇這個 飆下去 頂速來到365 呃我們今天 急速最快好像是 393喔 啊不是他 啊既然 沒有頂速 可是我覺得他均速很快啊 40秒 能不能 通過呢 重一波GT 啊好像不行 沒有拿到最快 還好一般般 還好還好 來來來衝過去 OK 煞車 我覺得他的儀表板真的很帥 OK好 停在這裡 有點可惜 差一點點 記錄一下 好的接著是 這幾台當中 唯一一台 BNW 這個 440i M Sport 來看一下 BNW的直線 應該 不會到很快才對喔 來喔看一下 目前0到100 3秒.1 幾線了嗎 5檔 OK好 差不多 來 戰器開下去 極限7檔 目前來到了 速度是 303 好現在慢慢掉速了 好 100到200他花了12秒 BNW呢 我覺得開起來就是 這種 看內裝的享受就好 我們靜靜的 聽這個 引擎式的聲浪就好 非常的舒服 彷彿真的在開BNW一樣 好快要到終點囉 嘿 57秒 我以為他會破一分鐘 結果沒有 來我們把車停好 有有有有有 差點給他掉下去 下死輪 下死輪 OK好 記錄一下 好的今天 最後一台車子 這個CMFKP37 究竟能不能 破今天最快呢 來喔 預備 Let's go 這個開場的秒數 有點拖到了 唉呦 我覺得有機會 有機會 拜託破一下 各位觀眾 今天的第一名 目前 好不好 目前是一個非常尷尬的存在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了 要是CM沒破 我真的覺得 這個 第一集 會超級好笑 來蛋器先拿著開下去 兩管蛋器 衝啊 喔有沒有 欸389 喔頂數拿到389喔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 拜託拜託 快點快點 衝刺 藍寶劍尼 不要丟臉 這個有點猛牛 快點 呃 有點機會 拜託拜託 啊 不是吧 不是吧 不 五十一秒 實驗竟然沒破 完了 完了 我一樣統計一下數據 好的各位觀眾 在我們今天這個 一陣熱烈的 比拼以後 這十台車 最終的結果 出來了 我們接下來 就準備公布了 那麼 我會把這個 最快的一台車子呢 最後公布 我們先用各項數據來看看好了 首先呢 是這個頂數的部分 目前這一次的直線加速呢 極速最快的是 布加迪的 divo 到底是divo還是divo 搞不懂啊 他的極速呢 是這個393 目前最快 然後呢 0到100最快的呢 也是他 2秒點04 不愧是布加迪 真的是 非常快的一個 廠商 100到200呢 欸你們以為 還是他嗎 不是 100到200最快的是 我們這一台 藍寶堅尼的 FKP37 這個油電車 不知道為什麼 100到200那麼猛 他5.85 就完成了 100到200 超級猛 剛剛那個divo 還6.97 贏的非常多 那麼各位 我們接著要宣布 今天最快的車 你們猜到是哪一台嗎 這個 連我做夢都想不到 今天最快完成直線加速賽的 居然是 Suzuki的 GSX R150 小阿魯 他一共花了48秒.03 就完成了這個直線加速喔 這超扯 這台車子 應該是這裡面 CC數最低的啊 150CC 他竟然連R3都輸 這到底怎麼可能 這到底怎麼可能 GTA的世界真的是非常奇怪啊 那麼第二名呢 就是我們的 YZF R3啦 他花了48秒.9 真的跟小阿魯 以非常非常接近的成績 完成了賽事 那第三名呢 就是剛剛的 CM FKP37 不愧是這個 藍寶堅尼超跑大廠 在這個GTA的世界 雖然機車可以拉車都很快 但是我覺得 這個藍寶堅尼 也是有保住他的面子啦 在這個所有車子裡面 除了機車 最快就是他啦 因為這個GTA呢 在拉車頭的時候呢 不知道為何 當初他們物理設定上面 就是會讓車速非常的快 但是我真的沒想到 最快的竟然是 這一個 白色的小阿魯 身為這個 SE50 這個兄弟車主的我呢 不知道為甚麼 特別的開心 為甚麼會是小阿魯贏呢 我真的搞不懂 反正呢 總而言之 這個就是GTA裡面的紀錄啦 主要還是以現實數據為準 好了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的熱力追氣 直線加速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到我的FB以及IG 按下個追蹤 那麼各位觀眾 我們就在下一次的影片再見喔 大家掰掰 中文字幕——YK 定步